今天再回到青山宮 其實我非常的感動 因為這兩三年 其實我常常來這裡 如果有經過 就會來跟青山王爺 拜託他來照顧我們盟獎 那萬華這兩天又變成台北的新聞 我現在要跟大家說 萬華已經不痛了 萬華已經走出來了 對不對 是 我們已經很好了 我們靠著自己的力量 萬華在我們 不管是青山宮 還是我們在地的龍山寺 我們自己的萬華人 靠著我們自己的力量 我們已經走出陰霾 我們即將迎接新的時代 尤其去年剛剛一直講 這兩年疫情在台北肆虐 萬華首當其衝 但是我們這兩年 我們辦了非常成功的青山王祭 而且在去年我們辦了一個非常與眾不同的新型態的新文化的宗教文化 我們讓青山王祭成為萬華地區大家稱讚的一場祭典 另外就是去年 不曉得大家記不記得這是我看過最長時間最漂亮的煙火表演 所以再謝謝青山王所有的夥伴 大家的努力讓我們的傳統跟現代結合在一起 而今年的祭典我知道又是一個新的樣貌 比去年可能稍微擴大一點 但是一樣會尊重在地的民情 一樣會讓在地的民眾覺得有這場祭典是非常驕傲跟幸福的 所以我很榮幸有機會 也有在副市長任內可以跟各位夥伴各位委員一起來討論 一起來協助促成這樣子的進步的文化 所以我自己非常的感動 也謝謝大家的配合 每一次在跟大家討論的過程裡面 我們都發現我們的地方越來越團結 我越來越互相的支持 然後去年還有人跟我說 去年太安靜了啦 不夠熱鬧 所以今年我們希望有點熱鬧 又不要太有 太造成大家的困擾 所以剛剛好就好 所以今年很重要 我很期待11月12號我們的青山王季 繼續能夠發光發熱 讓我們萬華走出陰霾 然後影響新的未來 那珊珊在青山王碟前跟林安貞王說 我在這裡 從這裡開始 也在這裡得到大家的支持 我相信林安貞王也會保佑珊珊 繼續走順 走下去 走這條路 讓我能夠有機會 為全體的台北市民來服務 葦號 viewers привет